我先放下我們先做解恩禮 博文去謀 我修整合詩 然後跟著我一起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羅 南無謙所謙言 觀世音菩薩 南無大願地藏王菩薩 祭天龍護法尊神 祭天龍護法尊神 請簡單三位去 一位去 三位去 三位去 各位師兄姐 午安 今天的話 課程會進入到 我們邀恩壇就是 十三六夜的廣義的運用 因為我們稍微複習一下 昨天曾偉跟大家說 博文其實你為什麼要學沾茶 其實沾茶其實也是沾補的一種方式 那就像老師剛剛說的 其實你沾補其實並不是什麼灰亂神 也不是什麼的靈性 它是談的是我們要怎麼樣向 具有大思慧 大愛屠殺人 真心的奇問的問題 那既然是真心奇問 既然是心存哲理 那我們就要去勇敢 真的要勇敢 去面對所沾茶出來的各種文像 各種答案 就像以前啊 很多沾茶的人來沾茶 他命運就是很多真愛 念佛 念了一切聲 也很誠心誠意的要奇問問題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你被沾茶出來之後 有大概一些人會有一些反應說 我又沒有這樣 我也沒有這個樣子 我沒有像你所說的這個樣子 為什麼你要說我好像真的很不好 可是我要一談的一件事 其實沾茶這種東西就是一樣的 其實大智慧的菩薩們 已經看到了我們身上 所帶有的一些問題 可是往往當局者疑 旁觀者輕 也許別人就是這樣看你的 我們不知道 沾茶其實就真的很像一個照妖精 你一沾茶之後 你所有的問題是所有全部都會攤在 整個桌面上告訴你 或告訴我們 其實我們就有生活一頁上 各種方面的問題跟心態的問題 哪一些是不對的 其實有時候學佛啊 有一些觀念我要跟大家談是 你們覺得最好解決的是什麼 人生當中全部最好被解決的是什麼 其實是錢的問題 可是往往有很多人會覺得 錢才是最難解決的 不然怎麼會有錢觀過不去 什麼觀要跳票了 然後錢又來不及嘎 但是各位其實要跟大家 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其實錢是所有裡面 神明菩薩裡面 最好解決的一個項目 但是最難解決的是什麼 其實最難解決的是因果 跟戴天命的這個事情 因為你明明知道有因果 但是不願意去化解 不願意去面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講很明白一點 因為有些人早就不知道 前輩子做了什麼事 你要他承認錯誤 他怎麼可能呢 他說我又沒有做對不起的事情 我就是很善良啊 為什麼要我道歉 所以因果其實是最難化解的 再來呢 還有戴天命的心 有多少人你背負著使命 背負著責任 可是實際上 你滾滾紅塵都滾到哪裡去了 他就滾到錢那邊去 滾到錢那邊去 這是難免的 那你戴有天命的人 實際上在這個人世間打滾 其實有時候都會被一些 所謂的舒適干擾 然後你早就忘記自己本身 想要戴有什麼使命 可是偏偏使命都要想一件事情 他有使命的人 表示各位身上的責任會比較重 也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很多的面對辛苦這件事情 他沒有辦法去承受 他會覺得為什麼我要這麼 所以他就退轉了 退轉就不繼續進修 不繼續進行了 這是比較可惜的 那我其實在戰場的時候 我也蠻常遇到的這一些狀況 我舉比較直接的例子就是我弟弟的例子 我弟弟第一次來參查的時候 實際上他在參查的時候 下面都給我一直點頭 不是我沾的 是給黃老師沾的 他就一直點頭一直點頭 他也沒有反對任何的意見 可是一回到家 他直接罵我 我就說真的我被罵了 我說姐 為什麼凡事都要扯到因果 為什麼 他就很生氣 他說太累了吧 我有這麼差嗎 你看這句話又來了 我有這麼糟糕嗎 為什麼他把我講得好像很嚴重 他完全沒有感覺的 然後他就覺得說 我覺得這輩子我靠我自己努力 就要好好管他什麼前世什麼事 什麼因果 他就會跟我回這句話 可是我其實當下呢 他剛開始出 這是多數的人的習慣 你會想要一直跟他變 變 應該說不是變嘛 就是一直想要引導他 去走正確的方向 你覺得他是你的家人啊 我不會擔心啊 所以我會跟他說 可是實際上就是這樣啊 就是真的有因果啊 然後你越吵他越怎麼樣 越反對 越抗 抗拒 這就抗拒得很嚴重 後來我就想說怎麼辦 我一定要找一個老師來 排解我的這個會的 所以我就跟黃老師請教 我說老師啊那時候問題要怎麼辦 老師說那就先放著吧 等到有時間因緣俱足的時候 你自然會有一個辦法跟智慧去掛解他 可是在你要有這些智慧之前 必須要先上課 因為你跟著上課 你會懂越來越多的關係 懂越來越多的工具 懂越來越多的法 你就要慢慢知道原來 跟這個家人你要怎麼談 那我記得那時候他來參查說去年十月份 可是十月份那時候參查出來的狀況真的很不好 就像我昨天有特別的聊到的是 他有貪欲跟邪見還蠻嚴重的 所以你看嘛 這分本談不下去啊 所以我就好吧 那就聽老師的話放著 把這個孩子放著 可是我弟弟就覺得 他要靠自己努力才行 好他真的也靠自己努力去工作 可是給各位猜 他有改變自己的生活嗎 實際上是沒有的 他覺得越來越糟糕 他無法理解 我這麼努力的去 你 可是好像沒有得到改善 那有一天啊 因為我也學了塔羅嘛 我就在上個月的時候 我就跟我的弟弟說 我跟你說 姐姐學了一個塔羅 不然我幫你算吧 因為年輕人很喜歡塔羅 因為我就記得 永遠記得一句話 你不要跟我談因果 什麼都談因果 太累了吧 表示他對這個東西有點抗拒 所以我就用了別的工具 那你快來 深深看塔羅 大家都說準喔 我就這樣跟他說 然後他就說好 他試試看 然後他也沒問 我就說那你要問什麼問題 你要寫給我 因為其實塔羅跟一級珊瑚 一樣都問事情 我說你要寫給我一件事 寫了 不是有很多證嗎 對不對 你要抽三張還是抽幾張嗎 我是一開始讓他先抽三張 最後延伸出變成九張 因為我要試著去幫他解讀 所有的發展過程 你知道在九張排完 跟他解釋完畢之後 最後講了一句話之後 他就一秒 真的是一秒直接大哭 就碰哭了 然後我媽媽也正在哭 我就不懂為什麼我媽媽有哭 就是因為我媽媽捨不得我 弟弟就一路走來都很辛苦 然後他又不知道怎麼去幫他 改變他的觀念 改變他的習慣 所以我媽看他這樣哭 他也知道他可能受了委屈啊 很辛苦之類的 他就打哭了 然後我就說那你為什麼哭 他就覺得全部都講到 把他的內心伸出去了 會把真正的問題給抓出來 告訴他 你就是這種惡性 所以才會產生某個結果 那這個結果是用塔羅 來呈現給他看的 那我就告訴他該怎麼解決 然後跟他內心現在遇到的情況 也跳出來了 都真的很神奇 因為我算塔羅啊 我不是 我有齊禽的 我是齊禽地上飛上來的 大家要跟大家說 你只要有占卜一定要齊禽 很多人塔羅老師是不齊禽的 這是錯誤的觀念 我有齊禽 我是齊禽地上菩薩 那這樣很有趣的是 地上菩薩第二排 出現的是感情的排 就戀人排 我就說你現在最在意的是這件事情 可是你們已經沒結果了 不要再放心上了 他就很糾結 然後他就覺得怎麼會 被知道這件事情 然後最後我又再告訴他 有一些可以未來發展的方向 他就碰撲就對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時候 詹禽是一種新陳哲林 你只要有一個信仰 其實你看嘛 塔羅我是直接的 直接的點出他的問題點 跟戰場想不想 想什麼戰場啊 不接受 可是塔羅他接受 所以現在我弟弟就改了很多的行為 跟習慣 我媽媽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講 我跟妳講我不是好厲害 我說為什麼 一定都改變了耶 就整個人都改了一個人一樣 我說那就好啊 然後尤其妳就 接下來是我媽 因為每個家人有每個家人 需要去協助的地方 可是他們當 當事者是不知道的 那但是至少有一個好處是 我讓我媽媽看到 因為妳懂因果之後的改變 對我弟弟的改變 他會內心開始有比較好印象 然後接著又開始慢慢的 從我媽那邊開始協助 我會講這個故事呢 是要告訴妳們 我們身邊有很多的家人 一定都我弟弟是一樣的 妳想要協助他 妳想要跟他溝通 可是有一點難溝通 妳最後還會生氣 不用生氣的 因為那個叫做因緣不具足 妳所告出他的那個方法 並不是適合他的方法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學國 或者是妳在學這些 所有的版本也好 只是第一個妳要先懂因果 為什麼要懂因果 因為有太多的來龍去脈 或者是妳所謂的莫名其妙 或無法解釋的東西 實際上都跟因果 逃離不了關係的 那再來呢 所有的法要記得喔 千萬不要陷入一種狀態是 沒有一個法是最厲害的 只有最適合的 不是說在這邊學的 就一定是最頂級的 不是的 所以走出了教室之後 其實也不用到處跟人家說 我這邊學的才是正統的 才是最好的 才是如何又如何的 沒有 這只是適合個人姻緣的 所以能坐在這間教室 或是在其他地方能夠齊聚 那整個都是個人姻緣的問題 所以千萬不能有分別心 然後甚至分別心也不能說 因為它跟我不同宗教 我就不想跟它溝通 因為心裡就會出現一個東西叫做 不同不來啦 預言不同 不是的 千萬不能這樣做 所以我們適合這樣子做之後呢 你才會懂得去契機施教 就像我弟弟的那個案子一樣 真才無法協助 沒關係 我就好好的上課 好好的學各種的知識 開了智慧之後 我就會知道 喔原來時間點到了 剛好就是有這個契機 它正在低潮的時候 我用塔羅引起它的注意 連結了我跟它溝通 可以溝通的橋樑 那用這個答案呢 因為你對它有一定的信仰 是能夠一定是準確的啦 不管是塔羅還是已經也好 絕對是很準的 然後你利用這個機會去 協助它引導它 這叫做契機施教 所以我們變成說我們只學沾茶 現在沒有辦法引導別人沒關係 因為我相信一定很多人會遇到說 我們不相信什麼東西 或是它一定會很多人遇到說 怎麼可能 就開始會有一些聲音出現 沒關係的 那個叫做因緣味道 我們還沒有找出 這個人適合的法 適合的因緣來去跟它溝通 因為我最近也遇到一個 一個師姐啦 她還問我 她說怎麼辦 她那個辦法摘茶一看就需要超度啊 可是她一直都不相信 有鬼這件事情 她一直不相信 她認為我都會騙她 我都會幹嘛 怎麼樣 是因為我講了什麼話 她媽媽才相信的 類似這種的 然後我就說 那妳怎麼拉溝通 我說我一想叫她念經啊 唸經 她就已經很排斥了 妳就怎麼叫她念經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就是要跟她說 妳要適合去找出她的語言 她叫語言 就是找出跟她能夠溝通的語言 契合之後 妳再協助她 那後來聊聊聊 這個師姐就說 好 因為她應該是比較相信什麼什麼的 說那妳就要有什麼辦法去說 不要談妳說 認為了念經詞咒 上課超度才是絕對的沒有 像你們生命一定會有基督教的人 我想問一件事喔 如果你遇到這個基督教的人 可是她站出來需要操作妳會怎麼做 那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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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對不對 但妳明明知道她有無形燈了 那妳怎麼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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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一定的 因為不同宗教她有 因為她已經有點陷入這個東西了 發執心了 因為她會認為基督教是唯一的 但是我覺得應該要說 尊重個人的信仰 不批評 那既然她是基督教天主教的 她一定有他們自己的方法 因為其實天主教基督教 他們還是有所謂的儀式 是所謂的魔鬼的儀式 所以她會透過祷道 聖經 是聖經 有一種儀式去處理的 實際上可以問她 他們的教堂裡面 有沒有那個師兄 他們叫做 長老嗎 對 可以去協助的 可以問問看 所以我們 其實我們台中國長有來過一個師姐 是基督教的 她是非常虔誠的 然後她這樣查出來之後 的確她自己也有所謂的 冤青債主教處理 因為當時她比較嚴重 需要靈療 因為她已經真的 人跟身體行為 完全是合不起來的 她自己想什麼呢 她身體就完全動不上來 她自己跟我說 她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後來呢 在站台的時候 老師就建議她 你每天每天回去祷告 回去祷告 跟你的主耶穌忏悔 祈求她 給予什麼什麼什麼樣的赦免 每天喔 然後有空就祷告 有空就祷告 結果我們過來 她那一個禮拜後 這師姐就跟我說 她突然覺得她的人會來了 她終於像一個人 因為我有跟她建議說 還是要回到 你習慣的教會教堂去 做一些禮拜 做一些協助 這部分她就OK 因為我還是要先做 你第一步先引導她 去做她熟悉的事情 而有改善的時候 她會對這個比較有信心 這就是一種方式而已 所以才要跟大家說 我們其實學佛 是需要去度眾生的 需要去協助的 可是你必須要用不同的法 去度她 當她遇到有這種不同的人的時候 你記得 你只要有兩個心態是正確之後 再運用所謂的氣力持久 我們才可以比較完整的去協助 這個人所遇到的問題 而我們是說 我懂這個 你一定要問我的方法來做 他們有時候很多人會抗拒 就像我媽也會抗拒 我媽媽 對我媽媽常常抗拒 常常 她有時候還會發 她不要罵我 她說你太迷信了 你走我入國 我媽會這樣問我啊 可是她有時候會很相信喔 她會偷偷就跑去屠傘那邊 拜託 什麼什麼事情 她有時候都會這樣做 所以她會很矛盾 她記得一個原則 只要所有的人來找我們了 她一定是遇到困難 而這個困難是沒有辦法 用現在的科學邏輯去解決的 而她開始人生出現 心靈人生出現 一些疑惑 一些方向 像我們的身分 有點像老師的身分 有點像心靈老師的身分 那我們在座各位 如果未來你可以面對面的去協助人 實際上她就是無謂師的一種 你去協助對方降低她 對人生分未知的所有的恐懼 讓她心靈得到一些平和 這就是無謂師 那記得才師法師無謂師 其實就是學國最基本上做的故事 這三個一定要做到 好 那說了那麼多 記得嗎 這個是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會說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但是最後還是 都還是 卡進跳進去了 因為自己是不知道 到底為什麼跳進去 所以當你今天產生一些行為 像我的疑惑 記得要去請教 前輩就好了 或是找黃老師 或是找我聊聊天 那你說這問題 你不能解決 怎麼解 因為還是要一句話 當局者民 反觀者情 當你陷入法子心的時候 實際上是不知道的 當你遺漏了契機失教的原則 你也會不知道 因為你會認為 對 我是契機失教 我在用 我在用 方法幫助他 可是你用的永遠是 你自己的方法 而不是適合對方的方法 懂嗎 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會上 十三二月的廣益運用 那因為我怕大家睡著 你知道嗎 這個環境 實際上是很好睡覺 所以我們要打算用互動的方式 會比較有趣 我問大家喔 因為沙茶丹裡面 不是有森口儀嗎 我們先來看森葉好了 我們先來看森葉 在廣益運用上 他們會怎麼樣去解釋 什麼叫做殺生葉 不殺生就不說了啦 因為不殺生就是 殺生的反應嘛 你告訴我 你看到殺生葉 這個惡葉 你的直覺 你的認爲 什麼叫殺生 什麼樣的事件行為 叫殺生 一人這樣 一個 就講到最後一個最辛苦 因為怎麼會全都講完了 就是行為上的傷害生命嘛 這就算了 這是比較狹義上的定義 因為很明確的依照 要自意上的形容去說他 師父呢 我忘記了 忘記了 師姐呢 什麼叫傷生 沒有生命 沒有生命的意思是要 對 你的意思是說 沒有生命了 就算對方沒有生命 失去生命 殺生 也是在字面上的意思 好 那有沒有人有其他的想法 就是在殺生這一塊 師兄 叫我師兄 嘴巴上 他人家不好的 碗面 還做偏差行為這樣做 做偏差行為這樣做 做偏差行為 做偏差行為 整個用 美語上 是傷害了他 像他一樣 算啊 但是他傷害必須是 他這個生命就不見了 他也是間接的殺生 對 那如果像你講的這個叫做 文物霸靈時間比較多 這種的話也叫做殺生 你可能不知道 你就轉發了某個新聞時間 或者在下面留言提供 當世人看到 心靈受不了 直接跳火自殺 再算殺生 還有嗎 還有嗎 可以直接舉例行為也可以 墮胎 墮胎 對 如果是以女生來想的殺生 他其實 要特別注意一下 如果是以女性的人 其實殺生來想的話 我可以直接說 就是 傷害他人的生命 那這個傷害他人的生命 就有分叫做 直接或是間接 對不對 或是間接 那當然就是間接就是我剛才說的 如果用言語 讓這個人自殺了 這就是間接 那墮胎的話 也有分直接間接 但他都刮在殺生裡面 譬如說有些女孩子真的是不知道懷孕 結果出血之後才去檢查 才發現怎麼有小孩 那就離開了 或是我曾經遇過一個師姐 她是做試管嬰兒的 那試管嬰兒放進去 一個禮拜後孩子沒了 但還是出現殺生也兒了 還是出現了 那或者是媽媽當然一開始的詞 那種直接就拿小孩的 也還蠻直接的這種殺生 所以殺生其實你們不用想得太複雜 他會直接叫做傷害他人生命 而傷害他人生命 就有很多種形式 一個分直接一個叫間接 所以你要去聯想 這個人來問的問題 所有的戰場跟戰服都一樣的 你們要試著去聯想他所問的問題 跟他的聯想有沒有什麼可能 直接的關係 那直接跟間接的殺生 其實還蠻容易明顯看到的 我舉一個更特別的例子好了 吃素的人整天如果都在想 我要怎麼吃 弄昏的形狀的素食來吃 其實他在意念上 實際上不是完全的真的吃素 這個也是在他意念上 會產生所謂的意念上的一些惡根 那還有一種殺生比較特別 要請特別注意各位比較少遇到的 可能各位還沒有看阿公阿嬤的人不知道 阿公阿嬤有一種很特別的行為 因為很疼孫子 所以這些人呢 就是這些阿公阿嬤或爸爸媽媽 為了要給小孩子 就是補身體 會做出一些事情 蠻大眾的事 抓魚回來 蹲給小孩子吃 抓殺雞殺鴨 蹲給小孩子吃 去買現成的還沒事喔 買現成的還沒事 有一種狀況是比較嚴重的 就是譬如說阿公很認真去釣魚 釣魚之後直接叫阿嬤殺掉 然後蹲給小孩子吃 所謂 那我想問各位一件事 這個行為誰會有殺生液 小孩子阿嬤阿嬤 是小孩子阿公阿嬤 是小孩子 這個是間接來的 好嗎 所以有些小孩子很小很小很小 就出現這種殺生大惡 或殺生液的 其實第一個 可能跟他祖先風液有關係 第二個跟現世今世 你可以去問一下阿公阿嬤的行為 也會影響 那還有一種殺生呢 是發生在誰身上呢 坐月子的人身上 你看頭皮可症 你看小孩子有這樣的行為 請問還有誰會有這樣 需要蹲的時候 孕婦產婦 生完之後需要坐月子 那傳統的婆婆 傳統的媽媽 會去買雞來殺 然後蹲給媳婦吃 那我又要舉一個例子 就是我們家的某個 某位偉大的女性 她從小會去買小雞 把她養到大 然後大了就殺掉 然後就蹲給家裡的人吃 這個也是間諦的殺生行為 那我要跟大家說一個概念喔 其實殺生 我們都在講說 不要殺生 不要殺生 各位知道她真正的精神原理在哪裡嗎 是為了提倡次數嗎 不是 不是 是培養慈悲心 因為都會想有六道輪迴 你的親人 你的累生累世的親人 是很有可能在六道輪迴中 可能輪為畜生道 對不對 所以如果這樣子輪迴下來的概念 也他會提倡你第一個起慈悲心 那你第二個 因為你那個慈悲心是來自於六道輪迴 這個畜生當中 或你吃的東西 會不會你傷害了這個生命當中 是有可能 是你所有過去每生每世以來的病情 所以他會起這樣的慈悲心之後 希望不要殺生 然後提倡吃素 所以主要是這樣子來的 OK嗎 好 好 那所以殺生呢 簡單來說 我們過去傷害他你的生命 或間接 不管直接或間接 他都是一個生命 所以他所影響的精吃會有什麼問題 你們想一想 就是健康 所以他點連帶殺生所影響的是健康 當然這個健康有分兩個喔 一定要注意 你可以去想一想 他有兩個問題 一個是身體的 健康 一個是精神上的健康 因為殺生通常是傷害人家的生命 所以相對的 第一個你的身體 常常會比較大病小病不斷 容易感冒 容易生病 一下好了一下 或是到好個地方吃腸 就會容易生病了 所以殺生液 我們知道他的定義之後 反過來 因為這個是因嘛 所以接著他的果 就是身體健康不好 所以他的果的身體健康就會發生在 他身體可能大病小病不斷 或者是出生沒多久 舊生病 而且重病 然後一輩子植物人 所以各位只要了解因果之後 你會很多東西 會看得比較淡一點 你就不會說 怎麼會這樣怎麼樣 都怎麼樣 再來是精神 因為我們傷害的生命 它實際上是一個靈的概念 會造成 嚴重輕度一點 會造成這個人容易失眠睡不好 中度一點 就是稍微的憂鬱症 再嚴重一點 重度的 通常是就是被害到小症 就整個精神隱藏了 所以我那天在海底上課 就有一個師姐問我說 說什麼 說什麼感社會的德 那個跟殺生有點沒關係 那個在我們之後會談異業再說 但是有一種人就是 他會發生比較嚴重的就是 他永遠都覺得說 媽媽要害他媽媽要害他 那當然這兩個人之間 可能在殺生這一塊的因果 是有關係的 所以只要是有殺生涅的人 第一個你可以直覺反應 這個人身體會有問題的 可能他 可是你跟他說 你身體不好 不要這樣說 你可以用反昏的方式跟他溝通 身體狀況 有些人可能身體比較出線條的 他只是覺得說 只是稍微小感冒很多 我吃吃掉就好了 他不以為已 他就沒有去理會他 但你可以去點出他的問題一點 讓他注意 再來就是睡眠品質 不會很好的 不會很好 就是殺生的部分 那殺生的部分還有什麼 各位有想到的嗎 那養殖業有關 也是啊 也是健健嗎 對 只要是養殖業 養殖業 最後養來是交給所謂的餐飲業 去做經營的這個動作 你也是為了要去 最後他 你是讓他最後走路這一段的 他也算是殺生涅的一種 殺生涅的 他是狂犯的 他就狂犯 那會出現殺生涅當然 除了他其實是有做這樣的行為之外 我剛剛有說有一種叫間接喔 間接的話是什麼呢 不是你本人造成的 是供業 叫供業 你要單祖先供業的殺生涅 間接的還有一種叫供業 有些小朋友一占查出來殺生大惡 這麼小怎麼能殺生 通常的話都會發生再來自於 祖先供業 表示他過去是 是一群人 或是他是這個家族的人 那他犯了很嚴重的殺生 所以他也必須要承擔 所以變成是供業也會再出現惡 他會覺得說沒有我什麼都沒有我也沒有 女生就會說我也沒有落胎 我也沒有幹嘛 什麼什麼什麼都沒有 結果殺生大惡 那很有可能都會來自於所謂的供業 可以嗎 有 醫生 醫生 你說幫人家拿小孩嗎 但是是誰讓他拿小孩 但是你要說這個就跟那個 殺雞丟點小孩子吃是一樣的 還要看究竟發動的是 對 發動的那個新的那個人是誰 其實有很多醫生他們也知道 後來有很多都不提倡 拿小孩的事情事情 他們自己也知道 沒有 從路上有跳走的話 對 那都燒了嗎 對 其實你可以用別的方式把他趕走嗎 他趕走 不好趕 不好趕 要火燒喔 那就是要殺生 好啦 又殺一殺 你往生咒給他好了 對啊 那殺什麼人咧 他之所 蟑螂其實也是殺生 你也把他趕走 之所以殺生 都是統稱叫傷害生命 都沒有生命的自在 對啊 對 對對對 但是他之所以會為蟑螂 之所以會為蟑螂 也就是他前輩子 做了太多壞事情了 他會承受這樣的一個火爆 就這樣而已 好 這是殺生 在生命的話 還有另外一個叫托到 通到最好理解了啦 但是呢 他會超乎你們想像的托到的領域 來 我們想從後面好了 托到你覺得什麼叫托到 你可以舉例實際行為 托東西 好 算嗎 還有嗎 相接 相接很明顯 算 因為他不屬於他的財務嗎 那師姐你覺得呢 財務什麼行為 是偷到 是 是偷到 為什麼是偷到啊 太小便宜過頭的時候 其實那個本來就是人家 該生活 謀利的一些利潤存在 你把它拿過來的 不屬於你的 你少了那個財皮這件事情 不會影響你的生活 而你卻把人家的東西拿過來了 這 也算是間接的托到 這算是往異的托到啦 往異的托到 好 那 師兄覺得呢 你們兩位 不過 紅燈重鑽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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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燈 都時間 都時間 財務跟財務有關 跟最後會跟財有關係 財產有關係 一定是啊 偷東西做的 算了 那叫財務 輕戰 輕戰 不屬於你的財務 那就 算了 算了 人家財務不屬於你的 還有嗎 那到那個 哪裡 減便宜算嗎 減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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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意思是說減便宜 如果他本來就賣便宜 你去比較說他賣人家便宜 這就不是 可是如果你去跟他 一定要殺價 殺價 殺價殺得很兇 那人家生活就是需要這些經濟利潤 但我們一定要把人家力度砍掉 拿回來 可是要想是這個利潤拿在我身上 結果有什麼 如果我真的不拿那個利潤會有影響嗎 其實也不會 但對他的生活可能 他就是要這個利潤啊 對啊 有些阿姨就說 壞多台啊 都沒有利潤的 都要接近成本的 類似這樣子 就是不隨便跟人家殺價啦 但是還有一種你把他反過來 殺價是 就是 他人家的利潤是偷盪 還有另外一種你是變相偷盪 我們想要想 對 這就是另外一種模式 叫做暴力 暴力的行為也是偷盪 比較明顯的 偷盪指的是這一句 這幾句 從他人身上獲取不屬於自己的財物 這是比較明顯顯而易見的偷盪的利益 譬如說暴力行為好了 譬如說你一個商品 我舉個例子 一個逛泉水 成本呢 你們覺得 需要十塊錢 需要 不需要 如果一瓶便要兩百塊 那 超過了 對 超過了 那有些暴力行為就是 當然我們有些暴力的行為 我們自己察覺不到 那這個當事者就是商人 他自己知道 其實當他過頭的去賺取人家的財物的時候 其實你合理的賺取利潤是 我覺得是很合理的 因為你要生活嘛 扣掉一些成本的一次開箱 難道做生意就是要賺錢 但是他必須要有合理的利潤空間 但是當他超出了那個合理利潤空間 那個叫暴力 所以當他產生暴力行為的時候 你知道這個就是偷盪 還有一種偷盪也是啊 那個好廣 那如果說撿到錢 然後還要房子補充 就要勾力吧 就可能在路上撿到錢 看你的良心 看一下 一塊錢還是十塊錢 我跟你講這個有點微妙 如果這個一千塊造成是 他的人生活上很貴 他覺得我可能會 來自於你們兩個之間的步驟 如果你通的你撿到還是要一百塊 對他來講 那就是好幾萬的每天 就是好幾萬出入的 一千塊對他沒影響 他就不會是這種 比較不會嚴重的高招 而且你也不是故意的類似 還有一種故意 對這個都有點類似 就是你要看心態上故意的行為 會比較明顯的偷盪 還有一種啊 交貴落啊 收貴啊 工程收貴啊 跟你講說我要收多少用我才可以去做 都是另外談來的 這個也是偷盪喔 還有什麼呢 各位想一下 就你們去想一下 因為你想得越多代表 未來你會遇到的這種案子也會越多 另外你想得到的都是你附近神輩所遇到的 賭博勝不敗 蛤 賭博勝不敗 賭博你就看他是為了要贏了 以那其實真的是贏的 然後或者是他是不是 因為賭博有一種狀況 他就說你情我願 可是如果你是涉獗 讓人家輸的那一種 那你 괜你偷盪 OK 我不是當主頭會有主要的嘛 煮 煮口 又何彩嗎 又何彩嗎 又何彩 幫助人家是煮 幫助人家是煮 煮口就是這個不做 沒有煮 可是他沒有叫說 可是沒有叫說 對 所以我還是要說毀躍到這個 當事者的心態心念的問題 他所引發的這個行為 有些是 其實畢竟一個 你只要是違反社會 或是合理的一些行為的 其實還是不要 特別去做啦 怎樣 還有嗎 算啊 算啊 算說到啦 那你會承嗎 有 這個會承夠嗎 有承過過 有承過嗎 沒有承過 還有一種承到很特別 叫浪費食物 還有浪費資源 我要說一件事情 很快過身邊有些人很喜歡買一些吃的 一次買一堆 吃得完嗎 吃不完 最後呢 丟掉 會不會放到過期 那個就是偷盪 原因是因為這些東西 這些資源本來是可以讓給其他更多的人了 但是你間接的拿過來了 這也是偷盪 還有一種偷盪就是 你太過於浪費 很愛買東西 你買了根本沒開工就放在哪裡 這也是偷盪 這也是偷盪 過度的 那如果說沒有壞掉的錢就送出去的話 也是啊 就不算是 對 他就叫護師了 真的護師了 就用不完吃不完 送人 對 就是要幫護師 對 這樣子不算 不算 老師如果吃不完 然後餵豬這樣子 算護師還是算 你不要全部就是丟掉過期 然後酒是會有一個用途的 他就是有一種循環 然後你把它運用得到 就OK 因為這樣給他有時候吃不完 他就 對 然後有時候會覺得好像 大概有點浪費食物 他我就說 這是給 就是給 不是丟掉色盪 不是 你看他 他像牌跟他一樣 假設你這個廚魚 你是給流浪火吃 或豬吃的 他是讓他們可以得 一個 這個是到牌沒有關係的 就不要只要丟掉色盪 不要丟掉 還有如果有一種偷盪 你們一定想不到 就要說隨手丟垃圾 啊 丟掉垃圾你之後 只是補不到 想不到對不對 可是這扯了很遠了啦 這扯比較遠一點 但是我要跟你講 那個邏輯概念 請問你隨手丟掉垃圾 如果今天假設你是在國家 類似公園裡丟垃圾 他們需不需要請人來親 或是特別 或是你製造髒亂 他們需不需要請人特別來親 他會多花一個人力來親這個東西 其實他就是間接偷盪了 間接的 只是比較遠一點而已 還有一種偷盪啊 你一定你想得到 但是都沒有人說 那是因為你們在 就都會一定要有這個身分的人 開公司的人喜歡漏開罵票 好會 這就是偷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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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報稅呢 報稅怎樣 多抓人頭進來 合理的就沒關係 他本來就該屬於你可以報的 就沒關係 譬如說爸爸媽媽什麼弟弟 送撫養先處可以抓得進來的時候 沒關係 因為他本來就是屬於你的家人 你也可以報 他指的偷盪說 他們一定不能報 你硬要把他抓進來 去做假 去做假 就不行 像開公司 有很多人喜歡漏開罵票 好漏 對啦 好漏稅 這就算了 很明顯的 那當會計師會不會有 就是如果觀眾做這件事情 會不會接嗎 對 唉 會計師喔 我跟你講 會計師也比較辛苦一點 會計師絕對不會主動嗎 要做這件事情 是當事人去 會 是當事人要求的 不是 會 那你是 所以是那個會計師 自己出作 我幫你做討論的 他不會 他不會提出 他會技術性的做 不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他為什麼要技術性的做 他是人家請的 還是他本身就是要幫他自己公司做帳 是公司的 是公司的會計還是外面聘的會計師 因為他講的是會計師 會計師就是有開會計師務所 他就是承攬跟那個廠商回來做的 因為我在 我在會計師務所 因為我自己有配合的會計師 所以我的會計師都會跟我說是不行的 但是除非我一定會遇到的就是 老闆要求外計師有沒有什麼 你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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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處理看什麼樣是最好的 所以其實還是老闆提出的要求 可是他行為算他還是做了 就跟阿公阿嬤一樣啊 那應該 他是為了誰去做這件事 失職者跟操作 對對對 但是我跟你講 外計師如果做這件事情 還是會稍微有一點點問題啦 因為他還是有 多多少時候他有一點偷到 可是要偷誰 他是幫誰偷到 會幫那個老闆偷到 所以還是勸各位如果開了公司 還是不要確定開公司啊 太麻煩了 真的開公司好麻煩 要報稅 要寫的沒有的 這樣做不好 要補那天補這個 然後弄得一模一樣 嗯 非常麻煩 還有嗎 偷到 沒有 如果單業務的話 然後趁上班時間去偷到 當然算啊 要不然就是有些人是行政 想說啊 哪個公司那麼多影音質 我哪一包我家 這就是偷到 這就是占便宜 這個就是偷到 要記得 喔 你住民出出就沒有偷到 因為住民以後就是 對 最好是住民啦 好嗎 好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下一堂說 再把它完成 其他的十三樓也有住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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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